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面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去看课本两百七十个页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第八行 讲到八正道的正命 运尊老师演证的一教经 佛在要灭谈之前 吩咐兵敏 这些佛弟子 读一些话 前面大概就是一般我们说的 四种邪命 四种邪命 大概我们说的就是 四种邪命 下口石 阳口石 方口石 尾口石 四种邪命 下口石 下口石 阳口 跟尾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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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尾是四尾 四尾是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是方尾的意思 一般我们叫下口石 一般我们叫下口石 阳口石 八环在里面的 那阳光星秀日月风雨 这个是阳口石 关这个星秀 十二星秀 二十五星秀 二十四星秀 不一样 短关星秀 然后关这个日月风雨的 好 气象的 天气的 方口石 是走四方的 就是到这个国家 到那个国家 到这个地方 那 基本上是 比较 跟政治有关系的 或是比较 这个有权有势的 就是 区内权势 空石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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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做五座书 谷算其胸 这是宜教均里面 就是我们前面这些 从 食禁队者不得 贩卖 贸易 安置 填宅 这一直下来 那么两观星秀 特固 云溪 入算计 洁生 食止 经济 或者参与 通知使命 咒 宿宣耀 好 到这里 这基本上是四种邪命 大制作论里面又讲五种邪命 那就是后面这些我们来看 这个都是从进入里面引出来的 这个都是从进入里面引出来的 第一个是乍现意向 这个现在很多 你说你有什么退役功能啊 你是 你是什么什么再来的啊 一大堆 乍现意向 重点就是 让令人 深 令人 心生敬仰 有时候是透过他弟子 有时候他自己 有时候他自己 有师父啊 怎样怎样怎样 要是谁啊 然后自说功德 第二个 说自己多有修行 多有修行 多厉害 多厉害 昨天做过什么 怎样怎样的事 那么 艺人养己 我们都写 我们都写四个字了就好了 比较容易记 令身敬仰 艺人养己 就点滴 点滴别人 然后撑揽自己 这样人家才会从那边移到这边来 所以自己就厉害了 第三个 沾相吉凶 令人迷惑 算命 你看起来 印堂花的 一样一样一样 你背后好像有跟两个人 人想接下来 这蛮多的 那第四个 那第四个 高深线微 我们就是装模作样 高深线微 然后 命冷静微 另外一个 缩索格力 以动灵心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谁 哪一个人来 又供养我的多少 又别人我多少 就暗示 那自己 自己 自己 怎么样又怎么样 动灵心 那大概 就这五个 那 基本上我们 这样给它看起来 那等一下还讲 还有讲这个 后面 就是等一下又讲 解好贵人 亲后邪慢 那解好贵人 亲后邪慢 这个是 这个是一般建议里面 叫做乌他家行恶恨的 那这个看起来 基本上就是不正面 就是你 为了得到明文力 那么你用了手段 叫做心机 基本上是这样 那 这些都是不正面 那 不是装模作样 就是装神弄鬼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都不在 就是我所说的 正面里面 那 这底下还有 讲说 解好贵人 亲后邪慢 好 那么 这个解好贵人 亲后邪慢 那 如果一 应该这个都是讲戒 那戒律里面 有一个叫做 乌他家行恶恨 那解好贵人就是 你有比较好的人 或是他比较有钱 那你就比较攀远 或是你故意 就是制造均勻 就是你要认识这些 有权有势的人 所以有亲后邪慢 那 这个邪慢 基本上就是比较 不庄严 一般来讲叫做 门女邪校 就是亲后 这个是四种邪念 那另外有所谓的 魔法里面有所谓的 乌他家行恶恨 你们看 这个应该就是亲后邪慢 解好贵人 戒律里面 有所谓的 乌他家行恶恨 所以讲乌他家 乌他家行恶恨不太一样 乌他家行恶恨 具有限 这个都犯先 就是要被扯罚 他有四个 四个乌他家 一个就是 第一个 一家乌家 他叫做 这个是戒律里面的 一家乌家 一家乌家是什么呢 他就是 这个贾家 将贾家供养的东西 转送到辅家 就是 这一个人 供养你 供养给四个乌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 送给 送去给其他一个 为什么 要巴结他 让他欢喜 让他再来送 因为他比较有钱 让他就是 你要讨好他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都一家乌家 将贾家供养三宝物 供养三宝的东西 供养四链 那 转送你家 转送你家 这会产生什么情形呢 贾家知道了 贾家不欢喜 那乌家收到东西 他觉得不好意思 他会再送一个比较好的 因为这种情形 就贾家不欢喜 贾家不欢喜 因为我送给你的东西 我要送给这个试验的 你是三宝的 你把我送出去 他不欢喜 那乌家收到 他也许欢喜 那就算不是很欢喜 他也不好意思 他就觉得 这个师父送了 这个东西 所以他 他 他要回馈 他要回送 他回送他可能送给这个人 不是这个试验 就这个叫做乌哈家 好 那这个是 叫做一家乌家 他会有这种情形 就会产生糾纷 而且也不好 那你之所以送他是因为 就是 把公众的东西拿来做人情 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把大家的东西拿来做人情 那第二个 伊利养乌家 这个应该都包含在 结好贵人 清后嫌慢 这里面 清后嫌慢 应该就是 行恶恨 那乌他家就是 结好贵人 如果我们这样看 这个是乌他家 那行恶恨 你知道吗 再来讲 就 清后嫌慢 好 那么这个是伊利养乌家 伊利养乌家 伊利养乌家 那么伊利养乌家主要是说 你如法所得的供养 转送另外一个人 你自己得到的供养 那么你为了讨好这个人 就觉得好贵人 你从这边来了 那你为了跟他比较好 然后或是为了讨好他 那你特别去送他 那并不是说 试验的东西都不能送的 你有的都是不能 因为有些你太多的 你也用不完 那么你转给更需要的人 或是有需要的人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重点是心态 就是你为了要得到更好的力量 或是更好的名声 反正这个是贪婪 或是攀缘 这个就不行 但是如果说这个比较穷 那么没有得吃 那你送他也是可以 或是他需要 他有需要 那你给他 或是你多余的 你也用不到 那刚好他也用得到 那这个也是无法 所以主要是你的心 我们叫做纯心不良 那这个基本上是 有就是 有规定 有规范的 因为他重点就是 让你的身口一清净 结果你因为你这个心 不对 那这个也在 这个就是 在仪教室里面讲的 有这种情形 伊利昂乌家 就是儒法所得供养 转送另外一个提示 那我们说主要是心态的问题 那 转送他做什么 那从他那里可以 因为他 从他那里可以得到更好的功能 那另外还有一个 一亲有无家 这一般是戒律里面才有讲的 其实他就是讲 出家了 你不应该做什么行为 因为这些会让你 障碍你解剖 会形成 形成佛教身团 是名声不好 会障碍 就是 所以会让这些居士 或是让佛教没有办法 就正法 比较没办法久住 一亲有无家 就是 一样 他是比较讨好权势 并使权贵利益他 就是一亲有 就是 重点是 你的亲友是 有权有士的 那你为了讨好另外一个 有权有士的 你叫你的亲友 那么 七地狱这些人 那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 讨好权势 所以 这里叫做 解好贵人 讨好权势 权贵人 或是权势 权贵都一样 那么 那么 孕子 权贵利益他人 就是 你这个 你这个朋友里面 有权有士的 那你先讨好他 或是你跟他好 那么 你再请他去 帮助谁 讨好另外一个人 就是这样 就是 你利用他 信你 或是你利用他 你利用他 你利用他 跟他的关系 那么 来 来 復健自己的人脉 或 或 或是 得到自己的 明文力啊 其实是这样 所病死权贵利益他人 而得他能够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都是什么 用心机所所关 这个基本上 就是 戒律里面 人性本来就这样 但是 修行就是 就是 人性里面 比较恶的部分 修行就是 要去掉这些 你就是要执心 那么 正直的心 所以 基本上 这个是所谓的 乌他家 乌他家 就是一般 就是 医教室里面讲的 结好贵人 好 那 另外还有一个 叫做 一身前染 乌家 神前染 就是誓院 一身前染 乌家 那什么叫做 一身前染 乌家 将誓院的东西 送给别人 而得共养 那 那 那 试验黑暗的东西 不知道是谁送的 因为试验原来有的 我们试验的东西 就拿去送给别人 那 你送给他 他搞什么 他就共养你了 就变成这样 将试验之物 送的 而得共养 你耍手段 那 你耍手段 你耍手段 这些就是为了得到明文义 重点就是这样 要得到共养 要得到他们共养 走上另外一句是 然后得人共养 一样 一样 传送他家 然后得人共养 都是这样 那这个是所谓的乌他家 如果送件的时候都会送到 乌他家行恶恨 去有见乌 就是乌他家 还有一个行恶恨 那仪教经里面 讲的 解好贵人 应该就是乌他家 其实就是这些 那行恶恨 行恶恨是 就是也是这些不好的行为 就是这里讲的亲厚泄脉 谢曼其实就是不专重 那什么叫谢曼呢 谢曼如果照字典的解释 一般他说 乌服共众 细效轻慢 乌服共众 衣服穿着不专重 乌服共众 细效轻慢 就是我们讲没有威力 高声细效啦 大家闹在一起啦 也是像这样 乌服共众细效轻慢 也是像这样 那来看具体是什么呢 就三个 其实有三个 你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亲厚泄脉慢的意思 那一个是自重发果 变卖或送在家人 这个是针对 都是针对出家人说的 在事业里面 变卖或送出家人 或送在家人 重点并不是说 你对人送人 不是说 你送人的居心不对 那么 第二个 与人共众作 同细效 像在家人一样 就 就聚集 然后 欢乐玩笑这样 然后没有界线 出家有出家人 不是你吗 看家人一样 然后 讲话没有界线 然后彼此没有界线 就像这样 与人共众作 与人共众作 同众共众作 就坐在全部一在一起 同细效 所以我们说这个 与人共众作 同细效 无有界线 就是没有分清楚界线 在家人是没关系 这个叫 这个叫娱乐 出家人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 从出家来讲 就是恶恩 不应该有的行为 第三个 自歌舞昌记 或他做或运喝 就是唱歌跳舞 自己唱歌跳舞 歌舞昌记 唱歌唱歌 高兴 像这样的 就是说有一个 以前明星出家的 他唱歌跳舞 这个其实就是 基本上就行了 自歌舞昌记 或跟他别人唱 那你在那边运喝 或他做 或他唱歌跳舞 那你配合他 你跟着他运喝 随着他唱 那也是 他做而为运喝 他做就是做歌舞昌记 有运喝 这个一搭一唱 也不行 学鸟教 学狗教 我们就这些 学狗哨 这些 学鸟教 狗教 种种种种这些 猫教 鬼教 那么 那么摆弄姿态 这些就是情恶恨 学动物教 学鸟教 学鸟教 狗教 猫教 猪教 猪教 那些摆弄姿态 种种表演 娶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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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猫教 学猫教 学狗教 唱歌 跳舞 做一些奇怪的动作 要怎么样 娱乐别人 娱乐别人 imaniman空 他也二行 先堆祂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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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出家人 进典离姿态 这个政治 基本上 都不是正名 邪恶 那这个是佛陀 所以 很明显的 亲后邪ling 基本上是裡面所謂的佛陀 這是戒律裡面說的行惡恨 行惡貴人一般就是基本上是 誤他家 行惡恨 這個是儀教經這裡是講戒的 持戒戒的 戒律裡面基本上我們說戒有三大部分 就是道德規範 生團歸約 還有行惡準則 這些基本上後面就比較像行惡準則 所以這裡講戒好貴人 親後邪慢 前面就是四種邪命 四種邪命跟五種邪命 這裡就是四種邪他家 三種邪惡恨 應該說四種邪他家 三種邪惡恨 所以戒好貴人 親後邪慢 皆不勇重 這個都不行 應該怎麼樣 剛志端心正面求度 讓自己的心端正 而且正知正見求解脫了 求度就是求解脫了 不得包場瑕疵 包場瑕疵就是戒場 戒場瑕疵裡面也有規定 就是你犯了錯 你不可以複場 複場就是假裝沒有發生 或是不讓人家知道 故意掩蓋也是 所以基本上重在什麼 發露 發露就是不複場 就是你要把它說出來 然後改過 重點是要發露 忏忍 要先發露才忏忍 你不發露就表示 你沒有 你的心沒有真正來面對這個問題 面對你的問題 沒有 所以基本上說不得複場瑕疵 就是顯異或重 顯異就是顯示你的起意 或亂眾生 那這個一般來說 就算你真的有一些特異功能 你也不可以隨便顯現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冰頭魯婆羅座 冰頭魯婆羅座 據說 他常常隨意的就顯現神道 最有名的就是 這個有一個豎停殘者 那這個豎停殘者 他本來是護持外道 但是因為當時有人都殺人 他也不知道到底誰講的是真的 誰比較好 那一般人認為有修行沒修行 其實就看你有沒有特異功能 所以佛法佛法有特異功能 並不一定有修行 就是有神功能 並不一定有修行 你會分身 你會泛光 你會加持讓病人病好 這個都不一定算是佛教的修行 佛教的修行 會解脫到阿羅漢 什麼特異功能也沒有 他只有沒有煩惱而已 心清靜 所以修行並不是看你有沒有什麼特異功能 最大的特異功能就是 人家這樣會起貪 你不會起 人家會起貪 你不起貪 事間的人這樣會起貪 你不會 就是你沒有貪貪吃 這個是最大的特異功能 但是大部分的人覺得 什麼是修行 人吃苦就是修行 有神通就是修行 這一些雖然是修行 但不是真正的修行 佛教真正的修行就是 沒有煩惱是真正的修行 那煩惱的根本是什麼 是我見 所以不輪迴 確定可以不輪迴 確定可以不輪迴 那個是最徹底的修行 那擴大來講 大聖還要具足有慈悲心 有普遍心 那麼有能力度重生 自己已經得度有能力度重生 這個是最大的修行 所以他並不是 就是有智慧 佛教的修行 重在智慧 有沒有智慧 因為有沒有智慧 就決定你有沒有煩惱 因為智慧就是 解決煩惱的能力 不起煩惱的能力 控制煩惱的能力 預防煩惱的能力 這個就是智慧 你有能力 煩惱來了 你有能力解決它 你有這個力量控制它 那你甚至可以預防煩惱不行 就是你能夠讓煩惱不起 這種才是真正最大的神功 所以慧劍惱到阿羅漢也沒有退功 沒有神功 提伯達都也有神功 提伯達後來也修到神功 外道有神功的多的是 但是這一些都不能解剖 你怎麼解剖 神功只不夠願意 但是世間的人會看到你有神功 他就認定就是有修行 他就會跟著你 但是他就把重點放在神功 那神功有什麼作用 他認為你有神力可以加持它 可以讓他事業變好 身體變好 讓他功德增上 這個不符合因果 因果是要自作自受 他就會忽略掉智慧的重要 而變成什麼 重點都在祈求在巴結你 那希望你可以加持它 佛法的加持不是人的加持 不是神力的加持 叫做法力的加持 法力是什麼 你對佛法的深入實踐理解 你對佛法的理解跟實踐 你得到這個法 他自然就有這個力量 這個是因果 不是因如是果 你明白了 這個才是真正的神力 那你認為有個神 有個有力量的人 把力量加持你 這個不是佛法 但是神通容易讓人有這種錯覺 容易讓人有這種錯覺 所以他就會迷失 所以佛法叫做霍亂眾生 顯易霍眾 叫做顯示奇異 霍亂眾生 所謂顯易霍眾 就是在這裡 那佛教裡面有一個例子 我們說那個兵頭顱佛羅座 兵頭顱佛羅座 也是栽生都會牽他來的 他是唯一沒有入列牌的 他為什麼不入列牌呢 佛陀告訴他 不可以入列牌 就是處罰他 阿羅漢 阿羅漢還會被處罰 對啊 阿羅漢被佛陀處罰 兵頭顱佛羅座 那 當時有一個樹棋長者 外道裡面有一個樹棋長者 這個樹棋長者 那這個樹棋長者 他想說這麼多修行人 到底誰有修行呢 一般世間的人認定的修行就是 你有特異功能 你就是有修行 所以你看那個廟禪 去了他那裡之後 然後這個生意變好 身體變好 事業變好 他就認為這個廟禪有公屋 你看那個盧聖燕 這個生病了 然後盧聖燕夢中來跟他加持 他身體就變好了 這個有公屋 四千年是這樣看的 他就認為這個有修行 所以佛教不把他當了修行 也不以這個為主 你會起煩惱 告訴你怎麼樣不起煩惱 你沒有功德 告訴你 你要修福報 告訴你 你要有福報 告訴你怎麼樣得福報 你有病告訴你怎麼治病 那麼把那個道理跟你講 你去做了你自然而然也 所以佛法是這樣子的 所以叫治醫子法醫子 那一般的人都是一般的人 不這麼看 一般的人認定什麼是 以前我們也這樣啊 認定什麼叫修行 看起來 看起來有公屋 這個腿一座 可以坐持幾個小時不起來 可以變化莫測 可以移山倒海 反正這個就叫公屋 然後能夠吃苦耐勞 這些都不是 但是這種很容易禍亂眾生 大家會看到表象就迷失了 不曉得佛法的真理是什麼 就是對法就忽略掉了 那在賓如婆 這個素題長者 為了為了他 因為他很有錢 他很有錢 他有錢 他想要修福報 他要戶持 可是戶持 要戶持哪一個道場呢 那時候有三人團 有伯仁們 他有錢 他也不是隨便丟到河裡面去的 他想從這個錢裡面生福報 那總是要共用到福田 可是誰是福田 他只能測試 就把一個鍋掛在一個很高的樹上 那你不用工具就能夠把那個鍋拿下來 那麼就展現誰是有修行 我就共有他那個聖筒 當時有很多聖筒 那他已經貼公告出來了 意思就是他已經公告周知了 告訴大家是怎樣 人家是比武招親 他是比武要 就比試他 這個比試大家誰有功夫 然後他誰有功夫 哪一個聖筒 能夠把就是哪一個人 他所代表的聖筒 能夠把這個鍋拿下來 我從今以後 我就供了這個聖筒 舉個例子 我們許是舉例子 比如說中台山 佛光山 雲秋山 這些 你們派的人 看誰 看誰 公務好 以後我就全供了這個聖筒 當時是六四外套 就被殺了 那這些話 聽到這個佛教人 大家就推 神通最大的是誰 目見人 大家都推目見人去哪去 目見人不要 目見人不用啦 大家想到神通 已經推目見人去的 我到底有神通 你不是佛教才有神通 我到底有神通 要推目見人去 目見人不去 目見人都不去了 誰後來也沒人去 後來這個鞭頭魯佛陋 偷偷偷實在 你要揮上去也可以 手要伸長伸長 提拿下來也可以 或是你要用神通力 把那個波讓它自己掉下來也可以 所以 所以我去吃水里 八仙客來過水晶空 他就用守思任長把那個波取下來 所以這個宿題場所從此就夠了佛陀的生活 照你講替佛教爭道面子佛陀要你高興啊佛陀不搞事 不歡喜 不可以這樣做 雖然你是為佛教 也不是為你自己 但是你這樣做會給眾生 他的概念就是誰有神通誰就是修行 可是有神通不是佛教真正的修行 你這樣會給眾生錯覺 大家變成大家以得神通為修行 那就糟糕了 你獲得神通是有修行 這樣就糟糕了 所以後來佛陀就 佛陀就跟他講 你因為這樣的過失 你不能入戀愛 你必須要留在人間 給人間做訓練 所以後來佛陀的佛陀一直沒有入戀愛 照理講到現在兩千多歲還沒有入戀愛 因為他是西元前五百年 佛陀那個時代是西元前五百年 現在已經西元前兩千年了 所以已經兩千五百歲了 他還沒有入戀愛 那他可以活多久呢 照理講可以活到十萬歲應該也沒問題 因為他說一戒 一戒其實蠻強的 幾十萬年幾百萬年 那如果真要講 是彌勒佛是一戒之後的 彌勒佛在釋迦佛之後那一戒的戒出 所以第七戒第八戒 所以如果照理講是一戒的話 那因為沒有曉得一小戒一大戒 一小戒 七戒第八戒 如果是一小戒至少可以活到彌勒佛再來 可以活到彌勒佛再來 彌勒佛無作 那說他有這麼能力呢 神通有辦法 改變身心結構是可以的 另外有個傳說是說 這個冰頭的佛兜有時候 為了顯示佛教的書聲 有時候擔著兩塊大石頭 要飛行 因為他就飛來飛行 那底下的人很害怕 那個石頭掉下來砸到自己 因為下面看兩塊石頭就會飛 然後冰頭的佛兜拿著兩塊大石頭 在那邊沉浸上飛 可是他在底下很快 那石頭掉下來砸到自己 他害怕 所以佛陀後來知道這樣也是處罰 處罰這個冰頭的佛兜 那這些基本上說明 就是顯地獲重 你自己真的有這個本事 都不能這樣隨便顯現 何況你沒有 就是這個就大忘了 講什麼分身啊 你分給我看看 你整個月照片說我這個分身 你現在分看看 你沒有辦法 你放光你要放給我看看 你整個用照片說我這個放光 那這些其實都是有些都是假的 我們叫做裝模作樣 我說不是裝模作樣 這是裝神弄鬼啊 這個是比較麻煩 這個是不可以的 那動不動就是說什麼感應什麼感應 佛教真正的感應在於 無視陰無視果 我們說過了嗎 你喝了水就能解渴 你這樣做你就得到福報 你不殺生 你就長壽 你不偷到你就不會短命多病 你不殺生你就不會 你不偷到你就不會貧窮悲賤 你不偷到你就不會貧窮悲賤 你不失你就容易負虧 你辭賤 你辭賤你就不會容易受苦 不會多三二道 這個就是感應啊 不然什麼叫感應 這個就是感應啊 但是我們的感應通常都是什麼 通常都是我要死啊 我念佛我就不死了 灰激激激激激激 因為我念佛 我就只有我一個人活下來 這個叫做感應 這真的感應就是如是陰如是果 基本上你照著佛法的做 你自然而然就得到 而不是你去強權求誰得你 而且你真得到也是你得你的 你沒有的你怎麼求 你沒有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這裡講 不可以顯易或是說 於是供養 那即使是孔子 孔子都講 比較有名的啊 只不與怪力亂神 所影形怪 後世有數焉 無福為之 福為之 所影形怪 後世有數焉 無福為之 看索隱晦的道理 然後奇怪的行為 那麼這個 反正 這樣的行為 比較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人家會把它寫下來 就隨便什麼的 有什麼厲害 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都注重這個嘛 孔子也講 只不與怪力亂神 那麼即使 那麼 因為這樣被人家 祭長 流傳下來 我也不做 那重點不在這裡嘛 那麼 儒家都這麼講 那佛教 更重視這個 你不能因為這樣 這是顯易或重 何況是裝神弄鬼 這樣就更不應該 因為是裝的嘛 不是真的嘛 不是真的 那一世共養 世共養 就是飲食 衣服 握具 衣藥 這個是世共養 飲食 衣服 握具 衣藥 這個叫四次飲食 四種基本需求 有什麼 飲食 衣服 握具 衣藥 不是這個衣 就是這樣 四次飲食 這四種飲食 也這個是要去跟 就是去化園來的 去求來 也不是求來 去拖來的 那 有些就是他主動供養你的 吃的脫鍋 衣服 也是一樣 有在家人給的 握具 房子 療房 或是 或是也是 有些是 簡單一點的就是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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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衣服這樣一塊布 然後補起來的 你叫尼斯坦 好一點的就算 一間房子 一個療房 你在裡面住人 所以這是 因死 住 這樣 然後有時候生病 需要療 那 基本上就是這四個 簡單的 四次 於四共癢 之量之拙 那 就是 有了就好 夠了就好 那不要要求好 不要要求多 那麼戒壁裡面有一條是說 你一個人只能有一個波 你不能有兩個波 一個就夠了 你壞了你再去想找一個人 只有三一跟一波 你也不能多 那 這個波 還可以用 你嫌他舊 嫌他不好看 你又去跟人家要一個新的波 如果被生團知道 你必須把那個最新最好的波交出來 然後交看給神 然後換到最不好的波給你 所以說他就是要制止你的貪心 你現在有這個可以用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貪心再去取一個更好的 這個還可以用 你為什麼就不要用 你 你就要去取一個更好的 就是你攀在那裡 所以 基本上這個 並不是說 那你這樣太不盡人情 不是 它就是要你的心專注在修行 對世間這一些東西 你 資量 資準 少育資準 不要把心放在這裡 那麼 這個只是 波只是一個用具 你用金波 用銀波 用其他的火鍋吃飯 吃起來的飯是一樣的 也不會比較飽 也不會比較香 也不會比較營養 可以懂 它只是專飯的工具而已 那你為了專飯的工具 你吃的飯 你都要資量之主 何況這個波 專飯的波 所以這個 它不要讓你把這個 現在就叫做鯉魚魚 那不要讓你起貪心 要資量之主 去得共識不應修行 假設你能夠得到 世事的這些 世事共養 就是共識就是共養 這些世事 這四件 醫藥啊這些 飲食啊這些共養 那麼 不應修行 不要把它累積起來 所以你去脫胃圍 你很好的 你都可以放到隔夜 你今天就要吃 所以你只能脫你的東西 如果你多讓我脫了一個 下一個晚一個月 放一個月吃 不行 不行 有衛生的問題 還有貪心的問題 所以那有錢的 他就一直對很多 不行 所以你只能 你脫回來的 你今天就要處理完 你明天再去脫 這樣你不會養賊 那你懶惰 不要出去脫脫 然後你貪心 一次脫很多 這個人要共養 今天吃的比較好 脫一天 放個母天吃 不行 脫一天 不行 所以這個 基本上都是從日常生活裡面 培養你的道心 這個是出家人 所以他說 此則略說 持戒之相 這個還是略說而已 就大概講 真正講就是命點裡面就多了 穿衣服要怎麼穿 走路要怎麼走 就講得很多 好 好 好 使者 直 其見 賜 賜 盡 其行 逐目 兩相成 能打 於 彼岸 那 這個 講到 其實這裡講的是行節相應 王陽明說的就是知行合一 你知道就要盡量去做到 不是知道跟做到 那我們常常會干預就是 知道是知道 常常做不到 基本上都是這樣 但是不是 通常都不是知道就能做到的 沒辦法 最明顯的例子 所以 佛法第一個要調補的就是稱認心 第一個要調補的是稱認心 那稱認心是最不容易知道做到的 我知道不應該起稱認心 但是 不是我知道稱認心不好 我就不習稱認心了 這個是不容易 所以必須要怎麼 要有方法 要調補 然後 首先要克制 然後來找方法調補 比如說要觀想 然後 或是瞭解他的姻緣 或是知道他是我過去生的父母 或是我就是 這個 他是不得已的 反正就是你做種種的觀想 或是你自己開始先修慈悲性 開始增長自己的慈悲性 那 對這種眾生 你起原理心 慈悲性正向 那 漸漸就調補 或是你知道 其稱認心 對你的利益很大 那 你思維他的過關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那 一開始是先控制 那 控制是 先控制他不擴大 比如說你深入心 你唸佛 你持續 你唸觀音鼓掌 反正這些是先控制 那 這個 這個壓抑壓不久 你必須思維 從新的 這個 煩惱的過關 思考 或是增長你的慈悲性 慈悲性的功德 這樣去思考辦法 你就不惜從一切 那 漸漸漸漸 這個煩惱保 等到你保 我現在斷掉了 那 根本就不會有成立心 或是你修禪定 禪定到了一個程度 承認心不起 承認心不起 對境界的反應 你會過意 那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說先控制煩惱 再來調補煩惱 最後煩惱不強的時候 才斷除煩惱 煩惱很強 你要斷他 他還斷你 你還斷他 斷不了他 所以 知道跟做到的時候 不是一回事 本來這個 從知道到做到 就是修許的過程 就是 你知道可以成佛 你不就成了佛 你知道 現在知道無我 你不是就真的無我了 沒有 我修的 中間要修的 可是 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修 你知道你會修些什麼 你都不知道怎麼修 你就一直修 你要修到哪裡去 這個方法是可以 就好像苦行賣掉 他沒有真正的理解 苦行不是解脫的原因 就好像你都沒有清楚 你炸的是什麼油 結果炸出來這個油不能吃 用了那麼多功夫 為了那麼多時間 花了那麼多錢 如果炸出來的油是不能吃的 它有意義嗎 所以你要先吃到 然後慢慢做到 氣是這樣的 那你也不要認為 知道做不到 所以就不用做 你這樣就永遠做不到 所以你要有那個心 那是先要知道 所以這裡叫做 此則直行見 次則盡其行 行就是 所謂的修行就是 要這樣 要盡盡盡盡盡盡盡 那麼 逐目兩相整 人達一比 那 知道 就是有正見 就好像眼睛一樣 坐到 就好像有腳 走走走 你知道 你要去哪裡 也不是 我知道了 我就在這裡了 沒有 我現在 我現在要從 從這個 這個彰化 去到圓嶺 那 你知道彰化到圓嶺怎麼走 你知道就到了嗎 沒有 當然要走啊 你只知道這個路怎麼走 你開始要走 走一步就到了嗎 也不行 多長 你都要走多久 你要升天 你要做人來幸福 你要解脫 你要成果 路途不一樣 路途不一樣 你如果只是 要到保佑 要到圓嶺 要到台中 要到台北 路途不一樣 那路途不一樣 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要走比較久 那休息 那休息也是這樣 休息 你如果要不做三二道 那你就要近一點 只是不做三二道 那你要做人 幸福美滿 那個又遠一點 那你要升天 那個又遠一點 你要解脫又遠一點 你要成果又遠一點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你都要有那個力量去走 就是你要走才能到 所以這個是一般我們修行 有時候 你如果只是種在理論上 那不行 平常幾個例來講 發怨 大家都會發怨啊 發了怨之後呢 你有沒有做 一般就是發怨 發怨 那等著他成熟 不可能 那所以你必須要怎麼樣 你必須要去實踐 儒家儒家也講啊 國學之 審問之 聖思之 明辨之 鼎行之 最後是要做的 佛法 佛法 清淨上是天文正法 如理思文 法 水法行 也是行 但是行的前面 一定要有志 天文正法 如理思文 法 水法行 依著這個法修行 前面一定要先知道 法的內容 法的次定 是什麼 對不對 你要怎麼修 你要怎麼走 你說你要去台中 你要先搞清楚台中是往南啊往北 你都不弄清楚 車開了就去了 結果跑到高中去了 那有意義嗎 沒意義 誰要先弄清楚 那台中是什麼地方 台中做什麼 這種東西都弄清楚 所以這個就是正見 好 我們來看 他老師會解釋 這是對於上來正道的合說法 八正道合起來講 修學解脫道德 因為這裡是講三勝共法 三勝共法就是修學解脫的 開始要先要正直其見 正其見就是要先有政見 簡單講就是這樣 先有政見 政見起正思維 你要有正確的理解 要不然你的政見 因為你佛法講的是政見 情境上是均勻正見 就是你聽的是正確的道理 但是你聽了之後 你理解錯誤了 又被邪見了 就是你並不具有政見 因為你的不正思維 不努力思維 讓你本來的政見 變成不是政見 就好像你不會處理 本來是有營養的 給你變成有毒 這個食物本來是有營養的 結果你給它炒到過度 炒焦了 吃起來就變成有毒 類似像這樣 或是你沒有跟它煮熟 它就變成有毒 煮熟的是有營養的 類似像這樣 這個政見 本來是政見 但是你不努力思維 它就變得不是政見 所以政見還要有政思維 那這個是完整的政見 那就是最開始一定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六度波羅密也是一樣 後面會講到六度的智慧 五度魯馬 波羅圍島 如果你不是一直做就好了 行菩薩道不是一直做就好了 要有智慧 好 我們先休息 先走